五年节班的同学早安 今天呢是6月2号 礼拜三第二节跟第三节的自然课 那我们今天两节自然课呢 原则上就会吧 好啦其实不是原则上 是我希望今天不要再拖到进度了 就是希望呢能够把 这一节课把课本81页 下一节课呢把课本82跟83页 讲完做一个简单的结束 然后习作呢该写的部分也都会写到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今天呢 能够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啦 然后因为今天还是挺客不挺学的日子 所以呢一样刚刚我讲过的话 要再讲一次就是请大家继续加油啦 好啦那废话不多说 因为我又很怕我会上不完课 好来把课本拿出来翻到81页 但是呢在翻到81页的时候 我会稍微稍微复习一下 80页的一些些小地方 所以呢你打开81页之后 麻烦请你把你的眼睛望向80页 来我们要开始上课咯 好弹性限度这个还记得吗 好弹性限度我那时候有说嘛 就是在弹性限度以内弹簧呢只要没有受到力它就会恢复到原本的原状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弹性限度它就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了 好这时候呢要麻烦大家呢帮我写下弹性疲乏这四个字 下面的不用抄看就好 但是弹性疲乏帮我写下来 然后呢写完之后画一个箭头 我上次应该弹簧便无法恢复原状这边都有画起来 找一个地方写下弹性疲乏 然后帮我把它画起来 画个箭头 没错弹性疲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只要超过弹性限度之后 那弹簧就没办法恢复原状 简单来讲就是坏掉了 好弹簧不会恢复原状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叫做弹性疲乏 但是呢在弹性限度以内弹簧是不会坏掉的 这样子OK吗 好那这一页的部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一页的话考是我会考 然后呢弹性疲乏我也会考 因为呢这个弹性限度跟弹性疲乏 其实是两个非常有相关联的概念 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考大家如果有需要复习的话 这一页可以就是看你说要截图 因为你们现在应该都是用平板 比较方便截图一点点 但是这要截图或是自己抄下来都可以 但是我没有一定要抄啦 就是看你们用你们习惯的笔记方式去念这一页 重点只是我要你们知道弹性限度之内 就是弹簧在没有被破坏之前在弹性限度以内他不会坏掉 弹性限度以外他坏掉了 那这个状态就叫做弹性疲乏 这一页我会考 然后呢下一页的部分我不会考 那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现在要翻页了 所以笔记会消失 记得若来不及画的人影片现在可以按暂停 画完再继续 好那我要继续翻页了 来QA这边不会考 课本呢想要问你们就是如果说我上课有时间补充的话 为什么测量结果会呈现固定比例呢 什么测量结果 这个就是指刚刚就是上一节课 我很多话的那一节课 为什么弹簧跟砝码挂起来的结果会呈现固定比例呢 为什么因为呢 它的受力跟变形都会符合一个虎课定律 好这一页是补充的我没有要讲很多 那我就只要让大家知道说 虎课这个科学家发现了弹簧挂越多 它就会变得越长 好这个状态就是成正比 对挂越多 多好它就变得越长 好这个就是成正比 OK那我只要跟你们提醒这件事 因为这国中部分还会学到 那其他呢如果你有兴趣的同学 你们可以自己现在一样影片按暂停 然后自己把这个内容详细的读完 但是呢因为是补充的部分 我考试不会考考试不会考 但是呢就是我会偷偷希望你们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要翻页了就是我要回到真正今天要上课的81页 笔记的部分一样会消失 有兴趣的朋友就像我刚讲的 你前一页呢就是按 就是现在立刻就可以按暂停 然后自己看完再往下走 OK那我要继续上课啦 来来来 81页的上面除了利用弹簧以及砝码外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测量出用力的大小吗 当然可以咯 但是这边先不要急着写 我待会跟大家讲要怎么写 OK这边呢当然有可以测量力的大小嘛 你们当然都知道可以 好那弹簧秤 帮我这边圈起来 这边一样写有 然后逗号 弹簧秤 没错我就是这三个字 你这个红色的其实可以不用抄 因为下面已经让你知道 他们在讲的 我们课本在讲的就是弹簧秤 这边麻烦你帮我写有 然后呢这边写弹簧秤 三个字 OK那这边呢 一样都只要写可以跟可以就好 你写可以写yes 写OK我都接受 但是千万不要画圈 画圈我很怕你会看不懂你自己在写什么 好当然呢 反正我们要称力道我们要称这个重量一定有很多方法 那弹簧秤呢是目前在小学阶段会让你们比较好用到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现在都没有办法让你们看非常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让你们看到 好那笔记的部分希望你们都写完了我们看一下课本下半部分 弹簧秤归零这边帮我画起来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归零 那如果他没有归零你可以做什么猜测 第一个就只是单纯没归零 调整一下就归零了 第二个呢 没错就是他可能弹性疲乏了 那弹性疲乏的弹簧秤请问还可以使用吗 当然是不行咯 很好我相信你们都有答对 来弹簧秤归零这边一样画起来打星星 归零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们以后啊 不管是六年级或者是说国中高中做实验的时候 务必记得很多实验器材都一定要先检查 有没有归零 有归零之后才可以开始使用 如果没有归零的话就会很凄惨 简单讲一下没有归零的会不会有多器材 假设说有一个体重计 然后不知道被谁调了动了手脚 他的指针重量指到30 然后呢我也就是绿柔要跑上去 就是走上去啊不用跑 走上去秤呢 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他没归零啊 结果我一上去呢 就发现他变成100公斤 这时候我人生就会落下我心里很大的阴影 就是我怎么突然变胖这么多 OK这个量出来的结果会深深影响到实验的数据 所以归零很重要 好打星星之后呢 另外这个画起来一样要帮我打星星 虽然我觉得你们都知道 但是还是要记得 就是彈簧秤要正正的过啊 对跟你们一样正要正正的过啊 不可以给我倒掉 我们不是在玩单杠 彈簧秤不可以倒过 而且倒过的也没办法归零 所以这两个都帮我画星星 而且记得东西该怎么使用就要怎么使用 按照方法下去做OK 好那我要继续下一页就是我要翻我影片的下一页了 所以你们笔记要赶快抄好哦 来下个部分 OK弹簧秤的失利大小要怎么看呢 很简单 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个 跟着我的滑鼠 眼睛看着我的滑鼠 有没有看到它卡在150这边 那就代表呢 它失利就是150克重 那如果今天它被拉到这边 那就是代表它的失利200克重 这个前提都是在我们要先检查归零 确定它没有弹性疲乏 确定它还是可以在它的弹性限度内部使用 我们才可以知道它正确的数据跟重量哦 OK好 然后呢另外它还有讲到 讲到下面两个要注意的点 一样注意的点先帮我画起来 测量之前先将弹簧秤归零这个你们都知道 上端跟下端不可以倒过来使用 你们也知道 这一个打猩猩刚刚有讲过了 这一页的重点有另外一个 眼睛要和指针在同一水平上 这样看到的毒素才会正确 这个打猩猩 好这个怎么说呢 我用绿色的画一下眼睛好了 你的眼睛呢不可以在这边看 这样子看是错的 错 哎呦 等我一下哦 我的荧幕跑掉了 好这边是错的 然后呢你的眼睛也不可以比它低 你不可以蹲着看 这样子也是错的 好你的眼睛要在哪里呢 我先把它擦擦掉 眼睛要在平的地方 它说是同一水平 所以你就是尽量 你有可能是蹲着 但是不是真的蹲太低哦 就是蹲到你眼睛感觉跟它 是在同一条平面上 OK我画的眼睛不要画得太可怕 好 还有点小眉毛 来你的眼睛是会放在这边的 对有些人太高那可能要稍微蹲下一点 那如果有些人比较矮那可能就要找个辅助工具 总之就是你的眼睛跟指针会是感觉是 同一条线这样子 好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吗 好OK 这个是他在讲的事情 眼睛跟指针要尽量在同一水平面上 不是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OK 好那这个部分帮我画起来 我要继续我下半部 81页最后最后要讲的部分咯 弹簧正式利用弹簧受力后 形状会改变 这一段有点多 自己看 但是呢 一样帮我画重点 第一个弹簧正式利用弹簧受力后 形状会改变 而不受力时会恢复原状原理 最后来测量工具 这个你们都知道 但是课本还是要帮你们再复习一次 这边写1 第二个弹簧衬 上面有刻度 弹簧受力时指针就会移动 OK 刻度捐起来 这边一样写2 我很丑的2 希望大家不要去 OK 第三个 我换一个颜色 怕你们大家看不到 第三个 指针最后停止不动的刻度不速 就代表当时的用力大小 对 今天呢 它的指针停在200克 那就代表它受力是200克 OK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个没有问题 好 上面的话 画照下面的一样要帮我写 那 我因为现在要切换 所以待会 上面画的笔记的线会消失 如果来不及画的线杂按暂停 画一下 OK 来哪些工具 体重计 磅秤 电子秤 都帮我写下来 顺序无所谓 但是这三个都要帮我写好写满 OK 一样哦 老规矩 如果现在你来不及写的按暂停 赶快写 好 那我要先进到习座咯 刚刚有给你时间按暂停 哦 我应该要讲321 对不对 好 321之后呢 我会继续我的习座部分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在321之前按暂停 OK 3 2 1 来习座呢 帮我翻开4647页 OK 46页这个部分呢 习座46页这个部分 老师有点没良心 要麻烦你们 自己帮我写上 对 上次我表格讲了非常非常非常久 然后希望你们都还记得 这个帮我写一下 来 我的占定长度是6.3 然后呢 要麻烦大家操好我的数据 而且自行填写有空格的地方 OK 来 第一个 4个的时候 他竟然升长了6.5 升长量是走0.2 好 5个 变7.3 6个 OK 数据这边抄一抄 一样 因为 呃 就是时间关系 我们要留时间给你们写 所以呢 现在你可以先按暂停 好 把数据抄完之后呢 再开始 我们的课程内容 好 那我一样 321之后呢 我就会 321之前就是要规矩嘛 那你们暂停 然后321之后 我就会开始 继续讲我课程的内容 321 这一页的部分呢 要麻烦你们大家自己画自己写 我相信这个部分上次我啰嗦了这么久 你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再简单讲一下 因为呢 习座已经先帮你们印了 砝码数量在这边 伸长量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尝试这两个颠倒的朋友 颠倒的同学呢 你们可以自己换 但是就是记得数据 数字 文书记 数字呢 都要改掉 那当然你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反正你知道这两个可以对话没关系 所以你就不特别换 但是记得还是要把这张图画出来 画图的方式如果真的忘记了 欢迎参考5月31号的自然课后半部 宇柔老师这个啰嗦的人有比较详尽一点的解说 那如果真的回去求救影片 还是看不懂无法理解的话 拜托直接Sky比求助我 OK 好 这个刚刚的表格要完成 这一张的方格纸的这个图表也要完成 然后呢 最后最后 这边要麻烦大家 这一题呢 也要拜托大家自己打勾勾 OK 我跟你讲哦 46页呢 写完之后 你们非常的辛苦的写完之后 要帮我拍照上传作业区 拍照的时间呢 是期限是明天早上 我记得是10点吧 为什么要设定这个时间呢 其实就是暗示你们今天写完 就乖乖的给我上传 不要拖到明天 拖到明天你会手忙脚乱 今日是今日必 OK 而且我讲一下哦 就是只有46页要上传 因为47页我待会带着大家一起写 所以呢 拜托 46页上传就好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当然只能假设你们没问题 好想念你们大家 来 帮我看一下47页 OK47页的表格应该有看到这一张 那就让我自问自答一下 希望在远端的你们都可以理会我啊 有没有看到弹簧最初长度多少 OK 我圈起来了 好 那挂了三个之后呢 弹簧的伸长量在这边 挂了六个之后的伸长量在这边 还记得伸长量怎么算的 就是拿这一个 剪掉它 就会变成 讲错了 拿这个 不要被我骗你看 拿这个 剪掉它 就会变成它 好 有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话都乱吃八糟的 来 表格这个要看得懂 砝码数量 然后总长度跟伸长量 我刚刚伸长量我还讲错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怎么算 伸长量就是拿总长度 剪掉原本的长度 会等于中间伸长的量 好 那47页下面的图 课本也帮你画好了 对不对 应该是啦 好来 又是长这样子 刚刚我说不会考的部分说 这个就是成正比 挂越多 伸长量就越多 然后呢 发明这个定律的人士 跟虎克船长同名的虎克 但他不是船长 好 不重要来 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回答 在糖红下 第一题哦 挂上铅笔盒后 量出来的糖红长度是9.8 请问这个铅笔盒相当于几个砝码的重量 OK 我们来看一下 挂上铅笔盒 它量起来是9.8 要找哪里 9.8公分 找哪里 当然不找这边啦 生长量你永远找不到9.8 不是生长量 是找 它 弹簧变成了9.8了 好 9.8之后呢 铅笔盒等于几个砝码重量 为什么弹簧会变9.8 就代表 就代表 它挂上了8个砝码 所以这边的答案就是 8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哦 很简单 好 第二题 由以上实验得知弹簧受力范围内 好 这边考考大家 受力范围就是指弹性 哪两个字 批法还是限度 弹性限度 OK 没问题 弹簧上悬挂的砝码越多 弹簧伸长的长度越 怎么样 越 好自己写 代表往下拉弹簧的力量越 OK 给你们大概6秒写 或者是先回答我 因为我要对答案了 好 记得在弹性限度的范围内 弹簧上挂的砝码越多 就代表它的长度会越 长 没错 然后呢 往下拉 就代表它往下拉的力量是越 大 没错 这个部分呢 47页这个记得写完 写完47页不用拍 因为呢 我要看你们自己写的46页 好 那我今天课程先上到这边 80页的小小小补充的弹性批法 有讲过咯 然后81页不难也把它讲完了 习坐4647都写完了 大家记得46页拍照上传 OK 今天的那个自然作业 这一节课的自然作业只有一个 习坐4647要给我写完 然后呢 这一个角角期限明天早上10点前 只有46页要拍照上传 OK 所以你们这个要记得 46页拍照上传 但是当然啦 你47页不小心拍了也没关系 对你当然你们多拍我都会很开心 我很怕你们不拍而已 好 那我这一节课呢 就先暂时讲到这边 希望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拜托 请你用任何方式联络我 让我知道你有问题 然后让我尽量的可以帮忙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今天的课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边 下一节课见啰 拜拜 拜拜